网路上好多影片都在教 怎么用AI做动画故事频道赚钱 但是怎么别人用起来是人工智慧 我用起来是人工智障呢 忍者妈妈听到你的需求了 我们今天就来讲 如何用AI做出一部动画故事 还会教你如何把人工智障变成人工智能 想知道的同学千万不能错过今天的影片哦 欢迎来到忍者妈妈AI动画教室 我们频道主要的目的就是在学习如何使用AI工具 用最少的精力时间与金钱完成一人动画工作室的梦想 我们频道会在每周二推出一部示范作品 然后在每周五讲解这部示范作品是如何做出来的 如果你需要上课讲义 可以在每周五的讲解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点选连结索取哦 如果你也对这个领域感兴趣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的内容哦 让我们一起站在AI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看得更高更远吧 废话不多说 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吧 我们的工作流程大概是这样 首先准备好剧本及分镜 到AI网站用文字生成图片 再将图片转成动态的影片 然后将文字转成语音 如果有角色说话的部分准备好影片档及声音档 到口型同步的网站做匹配 全部材料都准备好之后 打开剪映做剪辑 加上背景音乐就完成哦 之前影片教过的部分会快速带过 我们这次的教学重点会放在 如何使用PicaLabs将图片转成影片 然后介绍一个新的口型同步工具 除了Lalamoo以外 还有一个适合卡通人物使用的口型同步工具 还有如果一直申不出我想要的影片 我可以怎么做 最后会教你一些剪辑的技巧 来化解AI目前生成的问题 那因为这次的内容比较多 所以我们会分成上下两集 接下来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来说明 第一个准备好自己的剧本及分镜 这部分可以用ChadGPT完成90% 但是剩下10%要自己画龙点睛 你的故事才会好看 让观众猜不到剧情 或是能够调动到观众的情绪 才会是一部精彩的作品 或是只要准备故事的几个分镜架构 就可以开始咯 然后再一边做一边修改分镜细节 也是可以的 不一定要完整写完剧本跟分镜才开始 只要脑中有想法就可以先执行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前的AI工具 不一定能够100%做出你要的画面 遇到它做不出来的时候 我们还是必须改剧本 要懂得随时转弯 所以剧本可以不用一次写死 甚至是连载的作品 还可以根据观众的反应 来更改后续的内容 所以只要有基础的故事架构 就可以开始执行了 第二步我们到 Leonardo.ai这个网站 用文字生成图片 这部分在2-1-2-2的教学内容有仔细讲过 我们这边就先快速复习一下 来到Leonardo.ai这个网站 用Google账号登入 每日都有150个免费点数可以使用 在这里输入提示词 选择想要生成的图片数量 比例 大小 想要使用的魔法功能 选择模型 再按生成就可以了 再根据它生成的结果 输入负像提示词 即调整参数设定 来优化后续的生成结果 那要怎么让角色生成一致呢 演算法终究是数学 我们希望它演算出来的结果 编译数越小 我们就要给它更多明确的限制 所以我们要帮角色命名 并且将特征描述清楚 加入参考图片及seed值 然让角色生成趋向稳定 同一批次生成的图片也会比较相近 如果以上方法你都用了 角色还是不一致 那你该回头思考 你的角色设计特征 是不是不够明确 观众能记得住吗 我自己是以上方法都用了 但我也有看到别人 只用角色特征描述清楚 它生成的角色就很一致 故事角色特征很明显 观众才会记得住 第三步将图片转成动态影片 常听到的网站目前有三个 Pica Labs Mormedy 跟Runway 那要选择哪一个比较好呢 大家要记得 我们使用AI的目的是要减少重复性的工作 让我们的工作量变少 我们就依照这个准则来选择适合的AI工具 我们先分为场景与人物两个部分来做测试 在只有上传图片没有任何提示词的情况下 我们来看看这些AI工具的表现如何 第一个场景的部分 Pica Labs的部分 植物有微微的飘动 那Mormedy的部分的话 场景很像 但东西变了 与原本的图片不符合 但是有镜头带动画面 那Runway呢 它的镜头向左平移的时候 光线有跟着改变 这一点是表现得还蛮不错的 第二个 人物的部分 Pica Labs的部分 面部表情还不错 当然这是在运气不错的情况下 所获得的结果 那Mormedy的部分的话 与原本的图片有一些差异 但是它的人物会带有表情 也有镜头带动整个画面 这三个网站 Pica Labs生成的速度最快 再来是Mormedy Runway的生成时间最久 Mormedy与Pica Labs 目前都是免费使用 没有额度的限制 都是在Discord使用 那Runway的部分的话 它免费的点数就有限了 所以我这次是采用Pica Labs为主 比较符合我的需求 如果你目前无法登入Pica Labs 那就可以先用Mormedy 它有时候也可以生成一些 令人惊喜的影片 像这个就是在Mormedy上面生成的 首先我们来到Pica Labs这个网站 它目前是在Discord上面使用 不过它的网页版也快要出来了 目前分批开放大家测试使用中 应该很快就会全面开放了 那我们现在先讲在Discord上面使用的部分 首先来到Discord的网站 先申请一个Discord账号 Discord可以登入网页使用 也可以下载App或安装在电脑上 我自己目前都是直接上网用 登入Discord进入Pica Labs 选择生成机器人 我们这次是要将图片转成动态影片 所以我们选择Animate 上传图片输入当初在Leonardo生成图片时 所使用的提示词或简单的叙述动作 输入完成之后直接按下Enter就可以了 机器人收到讯息之后会回复一个讯息 有收到机器人回复的讯息才代表有传送成功 那传送成功之后呢 我们只要等它生成完成 它就会通知你 要怎么寻找我们已经生成的档案呢 在右上角信件夹这边 你就会看到提及你的讯息会在这边 那这边是包括像Moon Valley或是Pica Labs的 都可以出现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有同时使用Moon Valley啊 Pica Labs这两个 甚至是Me Journey的话 你都可以在这个信件夹里面找到 找到你的讯息之后呢 在讯息的右上方 有一个跳到 点选之后就可以直接跳到那个讯息 观看结果如果满意的话 就可以直接下载 那不满意的话 我们就是在调整 例如调整运镜的模式 或是调整动态的幅度 增加负向体示词来降低变异数 那这些指令要从哪里找呢 我们在Pica Labs里面的Getting Started 它有一个Optional Parameter 它这里就会告诉你所有参数怎么去设定 AI的工具它会一直进步改变 所以我们除了从别人的教学当中学习之外 我们还要学会如何寻找方法解决问题 其他的指令有兴趣的同学就自己看一下 这三个是最常用到的 我这次也只有用这三个去调整 参数不是设定越多越好 而是要依照生成的结果来调整 AI生成还是有一点运气的成分 就是几率的问题 有时候没做什么设定 它也有可能一次就生出理想的结果 另外一点 我们可以见好就收 生出理想的结果时就可以停了 多生成几次 结果不一定会更好 就像赌博 赢了就要收手 继续赌 不会赢比较多 这些AI工具将来都一定会收费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成本的概念 就算现在还没有收费 我们也是有时间成本的 影片不用生成到百分之百完美就可以用了 为什么呢 后面我会再教你如何用一些方式来剪接 或是修饰这些不完美 好 先拿回我们的主题 以我们这次的故事范例来看 场景图的部分通常一次生成就OK 不太需要调整什么 点多是要求运进的方式 人物的部分呢 有第一次生成结果就很棒的 也有一半的几率会生成鬼 生成鬼的时候要怎么调整呢 增加提示词 还有负向提示词 增加提示词及负向提示词 人物有分2D 3D卡通人物 动漫 你真人 比较复杂 所以要增加提示词 再指定清楚我是卡通人物 那脸部扭曲的部分 增加负向提示词 让他不要扭曲 不希望有动作的部分 也是增加负向提示词 告诉他不要动 那一张当初也是调了很久 后来也是根据他产生的结果 不断的调整 还有最后那个画面 手跟脚的部分也很容易异常 动作越大 异常越容易出现 也是透过增加负向提示词来控制 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下 不需要抄我的提示词 因为没有用 而是你要根据你给他的提示词 所生成出来的结果 再根据这个结果去调整 这才是有用的方法 例如脸部扭曲 你就调整脸部 手跟脚有异常 你就调整手跟脚 这样子才是一个正确的调整方向 唯一可以参考的就是 我同样是要控制扭曲 但是形容扭曲的字词有很多个 如果你用的字词无效 那你就可以多参考 别人是用哪些字词 用AI生成有时候就有点像 在玩猜字游戏一样 你必须猜出 AI到底认识了哪些字 哪些字是当初训练这个模型的人 有input给他的 生成出来的结果 就会如我们所预期 毕竟同一张图 或是同一个动作 你跟我对他的形容 一定会有所差异 这也就是为什么 每次新功能发布的时候 demo的结果都很完美 但是大家实测之后 都会有点失望 毕竟demo的人 他是比较了解这个模型 当初是怎么训练的 他的叙述跟AI的认知 也会比较一致 就像我教出来的孩子 他的价值观也会跟我比较相近 是一样的道理 好 透过这些方法 就可以把人工智障变成人工智能哦 不会再生出轨了 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当 副相提示词的同学 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恭喜你又学会了一招 如果你想要继续跟着我一起学习成长 一定要记得帮我按赞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的内容哦 还可以点选资讯栏的连结 订阅忍者妈妈的私房秘籍 就可以不定期第一手 收到忍者妈妈的私房秘籍哦 我们下次见